南台湾疫情趋緩 各大觀光景點也湧現人潮 像是台南國華街相當的熱鬧 很多民眾特地到場 外帶小吃回家享用 高雄祈山老街同樣也出現人流 讓店家很開心 業績終於不用再掛蛋 至於屏東的華僑市場 人擠人的 還有不少人買完之後 跑去碼頭邊 拉下口罩吃美食 也讓人擔憂 微解封會出現防疫破口 週末假期過華街熱鬧滾滾 應該是在地的比較多啦 遊客有一些些沒有很多 國內疫情趨緩 微解封讓民眾出門了 迫不及待到老街逛逛 順便外帶更是小吃 回家祭拜五藏廟 還引來警察驅趕危庭 另外高雄祈山老街 也同樣有限人潮 不少民眾不為大太陽 跟高溫天氣也堅持要帶 全家人出來走走 街上人比較多 雖然沒有以前 沒有疫情的時候那麼多 可是生意大概回來了四五成有 受到疫情影響 店家被迫放棄防疫架 如今遊客在仿岐山 讓生活苦哈哈的業者 燃起希望 我們之前好可憐 可能有八成 希望這個慢慢慢慢恢復 要不然大家真的元氣大傷 還沒完全解封 也還要東京趕快回家 但也有民眾看著人越來越多 擔心防疫出現漏洞 短暫停留過過癮 就趕緊回家 而屏東華僑市場 微解封連帶出現 擁擠場面 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狹窄市場 遊客都是肩並肩 還有人 禁不起美食誘惑 乾脆偷跑到碼頭邊 拉下口罩 打快躲移 將防疫規定 忘光光 在這邊 再喝一下飲料而已 現在因為疫情 只好想辦法去車上次 也不敢買太多 雖然為解封 讓台灣各景點 動起來 回歸正常生活 只差一小步 但畢竟不是解封 還是得注重防疫 才不會讓兩個月來的努力 再次破功 解台南高雄評論綜合報導 另外漁港的攤販 也希望可以放寬管制 宜蘭大溪漁港 週六 週日兩天 有無超過2000人次 但是人潮並沒有帶來前潮 因為有進行100人進出的人流管制 把人潮都擋在外頭了 也讓攤販哀哀叫 認為買氣不足 還有桃園竹尾漁港 這兩天的人潮也變多 來客數超過了3500人 但是為了避免人潮過多 漁市場採取單雙分流 也讓店家抱怨生意依舊沒有起色 來到宜蘭大溪漁港 美食街與漁夫市集出入口 出現排隊人潮 因為管制規定只能100人進出 相較於週六 為解封第一個週日 大溪漁港人多了一些 不過因為人數限制 漁飯還是叫苦連天 埋氣依舊不夠 再為解一點點的終結 上禮拜六日大概1200 1300 那今天 禮拜天來講 大概會有 可能預估會有到2000的 桃園主委漁港人潮也明顯 比前一天來得多 總計兩天超過3500人次 漁市場外圍人車不少 但漁市場內因為單雙分流 生意一般般 生意怎麼樣 有人就擋起來 管制啊 管制啊 沒辦法進來那麼多 為了做生意 有些客人進不去 業者服務到底乾脆到門口接單 除了漁港 新竹內灣老街 也湧現出遊人潮 但這樣的人數也只有疫情前 假日的十分之一 多了一兩成嘛 遊客有陸陸續續有進來 只回來大概就是十分之一 為解封觀光景點 人潮稍稍回流 商家除了做好防疫 也等待降級解封日 贏回真正的賺錢人潮 記者最後報導 回解封之後 第一個週末假日 許多民眾到何歡山出遊 但是因為停車場降載至40% 有民眾就發現 今天清晨的吳嶺亭 在沒有人員管制的情況之下 有車主無視停車場降載的規定 把車子硬是擠入到管制車格內 人潮嚴重的聚集 擔憂會成為防疫破口 對此警方表示 週末兩天已經開出了七張微停罰單 勸導20件交通違規 也將調整警力勤勿 避免類似的亂象重演 清晨五點多 車子一台接一台 開上和歡山武嶺 只是仔細一看 有遊客直接停在紅線上 還有人不甩停車場降載規定 刻意避開反光柱鑽空位 整個停車場僅近40多部汽機車 直到上午八點 泰管處人員和員警到 遊客才安分照規矩來 只是對比之下 警方來之前 人潮嚴重聚集 還有不少車輛進進出出 讓人看了憂心 抨擊根本是無政府狀態 警方說將調整勤勿 在人流較多區域 加派警力管控 發現違規就開罰 而因應違解封政策 泰管處將停車格降載至40% 以小客車車位來說 原本64個車位 關之後只開放26格 而屋嶺庭上 最多也只能同時容納18人 這邊已經解封了 不能群聚 還有限制人數 面對大批人潮 遠景提醒再提醒 戴好口罩 拉開距離 違解封可以出遊踏青 也必須遵守防疫規定 這都可能報道 違解封碰上強檔電影上映 台北市影城週末出現 難得的排隊人潮 另外疫情穩定趨緩 指揮中心宣布 違解封的規範再鬆綁 開放同住家人 可以在車內飲食 甚至在戶外 也可以有條件用餐 這個週日 民眾就迫不及待出門透氣 在陽明山各處景點 都湧現人潮 有民眾上晴天罡看牛汁 還自備了野餐店 在草原上席地而坐 因為市區餐廳還不能夠內用 有人乾脆帶著簡單食物 上山來過生日 覺得防疫規範再鬆綁 人性化不少 那裡有 你看他 隔著欄杆大吼 小朋友看到牛好興奮 違解封第一個週日 越來越多民眾 從陽明山透透氣 步道沿路都是人 晴天罡草原上也很熱鬧 一家人帶著野餐店席地而坐 因為指揮中心 違解封條件放寬 允許再拉開安全距離的狀況下野餐 有人乾脆上山來過生日 我生日 這我沒有帶一點小東西來吃 內用不能開放 那外面的話 就是如果跟人家有距離的話 我覺得適度開放是OK 違解封是第一次出來 出來做逛逛 關得也快封了 大家就保持個距離這樣 另一頭冷水坑步道 民眾走過金山大橋 開心拍照 數一下有人搬出露營椅野餐店 走累了喝水飲食 不用再東躲西藏 就買了飯糰啊 水果啊 就這樣把它度一餐了 很開心 真的我們今天在這裡 就很涼快很涼快 真的很舒服 有啊 剛才我就在這邊喝水啊 所以比較人性化一點 7月16號就忘了 指揮中心也開放 同住家人能在車上飲食 非同住可以輪流拿下口罩 有民眾特別開車來踏青 走稍微解封就出來走走 我兒子說可以一家人 不用戴口罩 我說沒關係還是要戴 陽明山越晚越熱鬧 民眾蜂擁上山 養得大到滿滿都是車 就怕微解封人潮失控 各大景點還是有管制 大型停車場有40%車流限制 晚來就得在柵欄後排隊等 畢竟還在三級警戒期間 適度放鬆 防疫也不能鬆懈 記者張苑春流未成 台報到 人口罩 方都跟牙齒 靠我們 人口罩 我們盤故要 不斷 回應 開動 人口罩 或是 少量 雜呂 雜呂 管